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全新的开箱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一个美国的首通湖品牌叫Coconair 那这是一个黑色的箱子 那么它这个箱子的外边呢 你看它上边写的goose neck kettle 鹅井湖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箱好吧 先打开这个 这个上面写的hi co chef 他们应该是也会做一些厨房类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看它上面写的这个是 founded by a passionate team with expertise in the tech fitness and nutrition industry 所以说它的这个品牌应该是有一些合作的厨师啊 或者营养师啊 跟这个行业或者领域里边有一些这种合作 先开下一层 能看到它有一个卡 这应该是一个说明书吧 我看一下 我们先放一边 download the coconut app 他们应该是有个app的 可以下载 等一下可以下载试试看 哦 这边是一个底座 看起来是有一点像是一个飞碟的形状 对吧 底座上边呢 有一个按钮 旋钮 可以听声音 底座也很简单 只有四个按键 好 我们拿出来下边就是手冲壶了 蛮漂亮的 上边有一些枝叶的这样的一个涂层的一种风格 然后这边是还有一个杯垫 好 我们把盒子放一边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开机看一下吧 开机看一下它的程序的设计 以及整个操控 然后它的这个盖子 我发现就是在装的时候 我感觉它的这个缓冲挺好的 这个地方是有几个这个缓冲的垫子的 所以说呢 我放上去的时候 哎 它这个缓冲刚好卡合的还是蛮紧的 这个细节做的挺好的 盖子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出热气的 另外壶的把手的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个软软的缓冲垫 我们在握的时候呢 这个拇指放在把手上面的感觉啊 是很软很舒服的 我按一下这边的这个开机键 哎 怎么没开机啊 哎 哦 没插好 没插好 哈哈哈哈 哎呀 乌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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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是插好了之后呢 那它这个地方开关键它是亮着的 然后呢 我可以通过旋转来调整设置我想要烧的时间 我看一下最低能到多少 最低可以设置到38度 然后最高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到100 看一下啊 最高到100度 那我先调整到90度 然后这边这个按钮呢 它还可以转换这个温度的显示单位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timer 应该是可以计时的 我们点一下 哦 按了之后呢 它会倒数三秒 然后呢 就可以再计时 哎 那这个等下 我可以测试一下 烧到设定的90度 能用多长的时间 哦 后的的话呢 它应该就是烧到了一定的温度了之后呢 就可以来持续的保证 这样的一个温度 就比如我烧到90度 我按后的 它就可以持续的来保持这个壶里边的水温是90度 大概的来看一下啊 就是我现在壶里边有三分之二满的水 这个壶呢 是900毫升的壶 然后呢 我看一下从30度烧到90度 需要多长时间 好 现在加热 这个地方呢 烧到大概85度的时候呢 它的功率突然变小了 就能听到它里边有一个小开关一样的一个东西 好像是当了一下 它的声音就变小了很多 花了250秒左右 就是从30度烧到了90度 最后几度的时候呢 功率降低 避免就是把温度烧到我们设定的这个温度之上 所以说这个功能我觉得它还是相对来说能够比较精确的控制一个烧水温度的这样一个功能 我按一下这个hold 看一下它的这个保温的功能是怎么来做的 我按了保温了之后呢 它的屏幕这个地方呢 就闪烁了一个多了一个温度计 在这个上面呢 是在持续的闪烁 那说明呢 它现在正在用小的功率来保证壶里边的一个温度 我们把壶拿下来看一下 然后再把壶放上 我们把壶拿下来再放上了之后呢 它这个保温功能是还在持续 那接下来我们实际做一杯咖啡来体验一下这把手中壶的手感 咖啡豆我就用我们的穆妈妈的埃塞俄比亚的橙花来做演示 那这把糊它是900毫升的容量 那我放三分之二满的水来做冲泡 拿起来的感觉不会觉得特别重 冲泡注水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额颈糊它的水流可大可小 就比如我刚开始呢 可以用很小的水流来注水闷蒸 到中段呢就可以用正常的水流 那到尾段的时候呢就可以加大水流做收尾的冲泡 水流的大小灵活度啊它是比较高的 我也测试了一下大水流和小水流它的流速的区别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把糊使用下来呢我感觉它是一把整体体验感都很舒服的一把糊 大家看完到最后如果让你给这把糊打个分的话 你会打几分 那如果有使用过这把糊的朋友呢 也欢迎留下你们的评论 聊一聊你自己的使用的感受 最后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没 jan掉 就无 somebody ост medications